這156案已經 現在已經是 我們已經核定她出院了 從在確診到現在 大概是住院的時間最短的 案例156出院 背後具有重大意義 她是手衛染疫的 長照機構護理師 當初確診 一度引發恐慌 如今除了護理師 還有100位匡列的採驗者 全數過關 更令人意外的是 這名20多歲的女護理師 3月12號發病 3月21號通報 3月22號確診 3月29號三度採檢陰性 等於是8天內解除隔離 創下最短記錄 關鍵在她年輕 專家指出 人的免疫力20歲最好 40歲後就砍案 我們的T細胞的最強的時候 是在青春期到30歲左右 是我們T細胞最好的時候 疫情指揮中心分析 國內235位確診者 發現172例屬於輕症最多 有14例出現了嚴重肺炎 急性呼吸窘迫的狀況 一般而言從確診到3度採檢陰性 平均約24天 但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 差異很大 20多歲的女護理師 8天內就解除隔離 自己的免疫力才是關鍵 記者溫藝屏出 加松台北報導